各位視頻朋友大家好 本影片將為各位說明烏日區鵝鵝鵝公園初步規劃改善構想 首先在基地及公園概況的部分 本公園鵝鵝鵝公園面積約為1377平方公尺 既有兒童遊戲場面積約為200平方公尺 本公園位於烏日區中山路二段及新興路口 在現況分析調查的部分 透過現況照片可以看到 既有的兒童遊戲設備老舊腐朽並且損壞嚴重 包含像是這樣的一個支柱還有攀爬設備以及護欄等等 本公園既有的搖搖樂總共有四組 敲敲板有兩組 那都是一些比較舊的產品 目前都不符合安全的法規 另外在既有遊戲場鋪面的部分有一個鋪面老舊 衝擊性能不符合安全法規的一個狀況 以及既有公園內部的一個照明設備目前是損壞的狀況 夜晚的時候夜間照明是一個不足的情形 以上現況所盤點的問題 將作為後續設計改善的依據 接下來在既有設施檢討的部分 本公園的既有組合是郵具式木製的產品 除了已經不符合安全規範的一個狀況 那也有許多木材老舊腐朽的情形 導致兒童使用會有一個危險 其他像搖搖樂以及敲敲板 目前都是無法堪用的一個狀況 那本案預計會改一個移除或是更新的方式來作為改善 在改善前兒童遊戲設施機能的部分 除了組合是郵具提供的溜滑平衡攀爬等等 其他像是搖搖樂以及敲敲板所提供的擺盪功能 那目前本公園是沒有承認體現設施的一個設置狀況 透過改善後平面示意圖可以看到 本次將利用既有的一個遊戲區範圍 來進行遊戲場的一個整體改善 那除了遊戲場改善以外 因為本公園經理長反應 下雨時常常有積水的一個狀況 那在我們調查的時候發現既有的一個水溝是一個主射的一個情形 因此本次改善也將針對既有的一個排水系統 以及入口撲面做一個整體考量 在改善後的兒童遊戲設施機能部分 本案以新增彩虹樹林攀爬組以及極限體能訓練組 來增加攀爬、跳磚、溜滑以及擺盪等多元遊戲機能 並且增設轉轉棒來提供的旋轉遊戲 並將既有的遊戲區地面打廚 來作為一個歷史遊戲區增加兒童的一個感官互動行為 在改善後成人體現設施的部分 考量本案遊戲空間受限 因此以不增設成人體現設施為主 接下來在規劃設計構想的部分 烏日的鵝鵝公園因為臨近烏日的戰車公園 因此本案計畫以迷你野戰場來作為主題 相互呼應設計特色的攀爬遊戲 像是極限體能訓練組 其中也包含爬網以及天地單槓等等 還有像是以較具挑戰性的攀爬遊戲 結合高度較高的溜滑梯 來提供大朋友做使用的一個彩虹樹林攀爬組 並且我們將既有的搖搖熱來做一個更新設置 搭配提供旋轉遊戲行為的一個轉轉棒設施 來提供整個公園不同的遊戲模式 那本公園預估的改善經費約為210萬元 其中包含郵具、地墊、無障礙、體建 以及基礎環境等等的一個改善 以上為烏日區鵝鵝公園的初步規劃改善說明 若您有任何建議 歡迎掃描我們的QR Code 前往意見回饋專區 留下您寶貴的建議 幫助台中市政府創造更多 好玩且多元的共農公園 謝謝